花莲县议会第十九届第五次定期大会遭遇疫情升级 县议会特别以书面方式质询 对于花莲县政府各局处提出了三级防疫 劳工无价 照顾幼童 普查县内文化资产 友善行车环境 部落封年季停止举办经费协助防疫等等问题 提出书面质询 这一次的书面质询当中 县议员威嘉燕是提出了包括 计程车未戴口罩是否加强宣导 三级防疫 劳工困扰 美甲照顾幼儿 文化资产保存法 普查县内文化资产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包括生理期用补助 紧急纾困补助 入口机车两段式左转 与县内进行机车友善行车环境等等的议题 提出了几个让县府去参考的一些建议 就是让我们的比如说饭店旅馆 都能够在这次的损失中 然后看要怎么样去做调整跟变化 让他们的房间 像是我们医护人员辛苦了一天 那基于是不要回家 那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旅馆 然后由县府去做补助 然后让这些第一线的人员 回去到我们的旅馆去做休息这样 那也不要去可能回到家里 可能怕会传染到家里的人这样 那还有再来就是我们计程车的业者 跟我们公车业者都可以透过看是送餐 还是等等之类的方式 然后做因为现在可能计程车一天 可能跑不到两百三百这样 那可能养家活口都有一些问题了 那也希望说县府这个地方 是不是能够用送餐来代替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卫生局的行政的一些人员比较短缺 那也可以透过可能安心上工的方式 可能多找一些可能就业或是失业人 比较尽量不要去有异形的关系 但是就是行政的流程的部分 让他们去可能接线生或是登记或是照册等等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疫苗期间 那个施打年长者的90岁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希望说我们县府能够将图卡写得更清楚 然后登在各报章杂志上面 因为毕竟年长者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解到 脸书的这个部分 那也是听可能亲友啊孩子啊口耳相喘 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让这些年长者更清楚的了解 现议员蔡一静则是提出 部落风年纪活动停办经费 建议协助部落控制疫情 风雨计划第二期工程经费保留 中区部落聚会所工程进度 给予学校储工薪资补贴 以及运作成本补助 筛检站及疫苗施打地点动线 是否重新规划等等的书面咨询 对因为今天呢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是采书面的咨询 那这边呢我就就我们原民处呢 他在110年度的时候针对我们的部落的祭典 祭移的部分有编列预算 那这个预算是770万 那这个经费呢 因为目前受到我们疫情的影响 有很多的部落就陆续的宣布说 停办祭典或者是就是取消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是建议县府把这相关的经费 把它转成作为我们的部落的防疫使用 然后或者是一些纾困的部分 那此外呢因为在我们现在部落内部呢 也是有设置了蛮多的防疫战 那我在先前呢就是有6月4号的时候 有询问过原民处 那原民处得到的回复是说 各个乡镇公所目前自主防疫战的数量 预理为12处光复是1处 封滨是3处 浊西乡12处 万龙乡15处 那其余8个乡镇都没有设置 但是其实秀林乡公所在6月1号的开始呢 就在全乡9个村 20个部落设置了38处的防疫检测站 所以呢是不是我们的原民处 对于部落的防疫检测站的部分的资讯 其实并没有做很充分的了解 那在这里呢也建议我们的原民处 要在部落的防疫的部分呢 再更积极的来协助部落 那此外强烈的建议在相关经费上面呢 给予部落在防疫上的资源 然后也建议原民处针对部落的防疫工作 可以在跟卫生局这边呢 做横向的沟通 那进而呢协助在部落里面的防疫的宣导 以及足语方面的防疫宣导 因为前些日子也是发生了 因为语言上面的可能在宣传上面的问题 造成我们有长者被歧视的状态 那我们希望这个事件不要再发生 那我们县府这边呢 应该要积极的来做这相关的宣传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接着火锅 打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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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